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多次蒙天赋超自然的拯救 从苦难之中得释放 照这样来看 以色列人应该要是最依靠天赋的才对 可惜后来他们走迷了路 接下来这一张 耶利米先知要特别和百姓们聊聊 他们制造偶像 崇拜偶像的严重问题 并且忠心地劝告他们 唯有天赋才是我们的真神和倚靠 让我们一起来读 耶利米书第十章 耶利米书第十章 以色列家啊 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 也不要为天象金黄 因列国为此事金黄 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 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 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 他们用金银装饰它 用钉子和锤子定纹 使它不动摇 它好像棕树 是炫成的 不能说话 不能行走 必须有人抬着 你们不要怕它 它不能降货 也无力降福 耶和华啊 没有能比你的 你本为大 有大能大力的名 万国的王啊 谁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何疑的 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 虽有政权的尊荣 也不能比拟 他们竟都是畜类 是愚昧的 偶像的训回算什么呢 偶像不过是木头 有银子打成片 是从踏实带来的 并有从无法来的金子 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 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 都是巧匠的工作 为耶和华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远的王 他一发怒 大地震动 他一恼恨 列国都担当不起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 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 必从地上 从天下被除灭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仓 他一发生 空中便有多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他造电随雨而闪 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 个人都成了畜类 毫无知识 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他所住的偶像 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都是虚无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到追讨的时候 必被除灭 雅各的愤不像这些 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 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受围困的人啊 当收拾你的财物 从国中带出去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这时候 我必将此地的居民 好像用鸡弦甩出去 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觉悟 您说 祸灾 我受损伤 我的伤痕极其重大 我却说 这真是我的痛苦 必须忍受 我的帐篷毁坏 我的绳索折断 我的儿女离我出去 没有了 无人在支搭我的帐篷 挂起我的慢子 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不得顺利 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 有风声 看啊 敌人来了 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 要使犹大成义变为荒凉 成为野狗的住处 耶和华 我晓得人的道路 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耶和华 求你从宽 惩治我 不要在你的怒中 惩治我 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愿你将愤怒 轻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 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不但吞了 而且灭绝 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以色列明明有一位至高的神 愿做他们的父 但他们却依旧拼命寻求各种错误的管道 只为了获取一份平安 亲爱的朋友 如果过去你也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 想要找到平静安稳的感觉 那么鼓励你 今天就回到天父的脚边歇息吧 因为天父早已知道你所需要的一切 他也乐意将这一切放在你的生命中 相信当你信靠他 就不用再害怕 也不用再苦苦寻找 那份你白白就能得着的真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平静安稳的心 不再匆忙找寻 而是单单依靠在你的脚边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靠神平静安稳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明天见